嗨大家好我是Maggie 我自己在2020年的9月做了近视的雷射手术 所以从手术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了 那今天的影片我想要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大家最常想知道的 雷射手术之后到底有没有后遗症 就是视力的恢复怎么样 然后还有到底会不会有肝炎的问题 第二个部分我想要分享说 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如何改变了我的生活 第三个想跟大家分享说 我一开始为什么想要做近视雷射 跟我那时候在选择速视的时候的一些考量点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啰 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就是视力的恢复 那在做手术之前我自己的近视其实没有很深 两边一边是450一边是475 那我两边都有一点点轻微的闪光 大概25到50度 我已经忘记是哪一眼了 所以在手术的当天做完手术之后 大概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完全看不到 然后那时候眼睛蛮痛的 所以就是回家就直接睡一个觉 那我记得蛮清楚的是 我那时候做的手术安排的时间是2点左右 然后到晚上回家睡了一个午觉起来之后 大概六七点的时候眼睛打开 其实我就已经觉得几乎所有东西我都已经可以看得到 不太有模糊的感觉 然后隔天我回诊的时候测的视力就是两眼各1.2 然后双眼一起看是1.0 然后那时候看东西其实就是非常清楚 比起平常戴眼镜跟戴隐形眼镜都还要来得清楚 比较明显我觉得有差的真的是会在晚上 光线比较没有那么明亮的时候 我真的有觉得夜市的视力其实是比起来有比较弱一点点 比较有点看不清楚 然后因为我又需要在晚上开车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特别观察说 就是我在看红绿灯啊或者是一些路灯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一些炫光的情况 确实我觉得在一做完其实就比较明显有发现说 红绿灯的那个亮灯的外面的那个光云 好像是有比以前来得更模糊一点点 我觉得没有到影响到日常生活 因为我那天的时候是安排下午 然后隔天因为我要去回诊 所以我那天是请假没有上班 然后到第三天我其实就已经正常上班 那我平常上班的话一定是需要在晚上 就是开车通勤 所以到第三天上班开车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安全上的疑虑 恢复的算是蛮坏的 那也因为一开始就有发现说夜市比较不清楚 所以我后续其实都有慢慢在观察 这件事情恢复的怎么样 有觉得说做完雷射之后 晚上的视力真的是有比以前来得弱 除了在晚上的视力我觉得有差一点点以外 我觉得比较明显 会觉得稍微看不清楚的是 在我听报告的时候 用投影幕打在投影幕 投影墙上的时候 字体没有像我只是看一般 就是假设同样大小的字 如果是用投影幕打的 就是有那个亮度在的话 我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但是如果一样的字放在一般的海报上面 没有这种亮光在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因为做完手术之后 就是除了最一开始 手术完的固定的回诊以外 手术之后的半年 因为我去潜水 然后有一次不小心 可能因为水压的关系 让我的眼球整个抱血管 然后那时候就很担心 担心说就是刚做完手术 又发生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有回眼科在检查 但是那个时候量的视力 一样是双眼1.0 之后其实我就没有刻意在回诊 回眼科去看医生 然后就没有在检查的视力 所以我现在的视力到底是多少 其实我不是很知道 只是 反正现在目前看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然后远看 远看的一些海报啊 小字还是看得到 然后也因为有做手术的关系 所以比起以前只是戴眼镜 或隐形眼镜 以前不太会刻意去看说 我今天到底看得清不清楚 但因为做过手术之后 我觉得常常会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有发现说 就是假设我用眼过度 就我那几天狂用电啊 或是我在改一个 什么特别的报告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某些时候 会觉得看东西 没有那么清楚 然后尤其是在地下室 光线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的时候 就会有更明显 但是一开始我会觉得蛮担心的 就是会想说 诶我是不是 哇这个就叫做度数回退吗 但是后来发现说 假设我发现我这几天工作 太累用眼过度 然后接下去 我比较注意我的工时 然后让我自己多睡饱一点点 让眼睛不要那么干之后 好像就会又有一阵子 其实看东西就是非常清楚的 对 所以我觉得 视力的回退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跟我的使用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大家最常问 到底做完手术之后 会不会有肝眼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做完手术之后 眼睛的状况真的是超级舒服 舒服到我会过度使用到 我会忘记眨眼 所以我觉得我做完手术后的干眼 其实不是手术本身 是因为以前 假设我戴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的那个镜片在眼睛里面 其实不是很舒服 假设一天戴了八个小时之后 的那种干眼 我觉得那真的就是隐形眼镜造成的干眼 但在做完手术之后 我真的觉得 干眼的症状都是因为 眼睛就是已经没有像以前 戴隐形眼镜都不舒适感 所以我就很容易会盯着电脑荧幕 非常久的时间 然后会忘记眨眼睛 然后造成的干眼 接下来呢是 为什么我会想要做雷射手术 还有做完雷射手术之后 这件事情如何影响我的生活 那我自己很喜欢爬山跟潜水啊 玩水啊游泳等等 然后我爬的山都是会过夜的山 所以像爬山这种长时间的运动 我一定会戴一些眼镜 然后在做雷射手术的前 大概两三年吧 我的眼睛的状态就已经变成是 如果我戴隐形眼镜 我几乎大概只能撑八个小时 而且假设我今天戴了 我隔天就会没有办法再戴隐形眼镜 就是会不舒服 会痛 我有看过医生 但是医生检查之后 也觉得角膜状况 其实也没有什么破皮啊 也没什么受伤 但是我就是眼睛会干到 没有办法连续戴隐形眼镜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变成说 假设我今天要出国 我连续要去五天 那出国的时候都会想要美美的啊 但是假设我第一天戴隐形眼镜 我隔天就没有办法戴了 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 就是对我来讲 算是蛮困扰的 另外就是因为我工作在医院 所以我上班一定要戴口罩 那我的工作又常常需要搬病人啊 或者是要拉病人走路 所以就会变成 我必须戴着眼镜 然后戴着口罩 然后那个气 就会一直让我的眼睛会起雾 或者是我眼睛会在我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会滑下来 那这个事情也是让我觉得很困扰的部分 所以自从做了手术之后呢 这些问题就是迎刃而解 而且像我就会很推荐 一样跟我喜欢玩户外的朋友 就是赶快去做垒射手术 因为真的太方便了 然后而且又太舒服了 因为以前就算是戴隐形眼镜 我也很容易会觉得眼睛痛或不舒服 但是做完手术之后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就眼睛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 就是舒服到我会不小心用太多 会忘记眨眼 嗯 我觉得整体来讲 做这个手术我真的是完全不后悔 而且就听人家讲说 做完垒射手术的隔天 早上起来就后悔了 但是后悔的原因是因为觉得 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做 接下来呢 就是我当初在决定要做手术 跟在选诊所的时候的一些考量点 那这个影片呢 没有一页配 不过呢 我当初选的是大学研科 那会选大学研科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因 就是我在我的脸书上 他有几个朋友是在大学研科做的 那再加上我以前在台北车上补习的时候 有去大学研科看过一两次 因为就是也是 你眼睛待太久 脚膜受伤去看过医生 但是那时候我的印象里就是知道说 大学研科就是转做这个手术 因为我在PTT上面看到 其实蛮多人好像都会去不同的诊所 就是多试几家多咨询看看 那我当初没有 我那时候就直接到挑了大学研科 然后呢 约了时间做评估 然后评估完之后 他就是评估说 诶我眼睛的状况是可以做蕾射的 而且我的眼睛是就是 Lessic 跟Smile 这两种类别都是可以做的 那我相信看到这个影片的大家 要么就是你已经做过蕾射手术 或是你想要做蕾射手术 那假设想做手术的话 你一定有去查过Lessic跟Smile的差别 那时候我在考虑的时候 当然也有上网查一些网友的评价 但是我觉得那些资料就是有查 有爬文有查过就好 真的不要看太多 因为会让你自己陷入一个很混乱的状态 那我当初为什么会选Lessic 没有选Smile 有几个原因 在我2020年要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Smile算是相对 算是新的手术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医生是专做Smile的手术 但我那时候其实还是蛮担心说 因为我觉得Smile这个微创手术 其实是非常吃医生的技术 我就有点怕怕的 然后再加上其实我 评估我自己本身的活动 虽然说我会去爬山潜水 但我觉得都不是一些高冲击性 像是什么冲浪啊 或者是打篮球这种高冲击性的运动 我觉得我好像也其实不需要做到Smile 另外就是有看到说Lessic的视力的恢复会比较快 那因为我上班又需要晚上开车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我觉得 好像可以比较快回去上班的一个手术的方法 大概还有价钱的部分吧 Smile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 但是在我那个时候 然后Smile的供定价就是12万 就是比Lessic来的贵 Lessic的话好像跟机器的等级不一样 会有一些不同的价位 那当然价位也是我当初在考量的其中一个重点之一 那我那时候做的手术的价位好像是八万五左右 那Lessic跟Smile最大的差别大概就是伤口的大小 大家都会说Smile的伤口比较小 比较好恢复这样子 但是我自己就是以我自己可能医学上的一些想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啦 因为我也不是严科的专科 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说微创手术一定会比传统来得好 那原因是说就是传统的手术不论是切在肚子上或是切在角膜上 我都会觉得切开之后把你把你该要拿的东西拿掉 然后再让它合起来很单纯的一件事情 但是微创的话变成是开一个小孔 但是你还是要把你该拿的东西拿掉啊 所以你必须要从这样子的小孔进去把要取错东西拿出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不可控的因素比较多 就是如果进去取这一块东西的过程里不小心怎么样的话 可能会不会伤到更多的神经 对或那假设是切在肚子上 像微创手术也是一样啊 像是两根筷子进去 然后你要把东西拿出来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可能会拨到更多其他的筋膜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问号的 也是我一直蛮想知道的事情 假设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留言跟我说 但是反正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当初就觉得我还是打保守牌 所以我就选了Lessic 总结一下今天分享的内容 今天会分享这个呢 是因为真的有蛮多朋友就是 听到我去做过这个手术之后 就会问我一些新的感想啊 有没有一些后遗症啊这些事情 那我自己是觉得做这个选择非常的值得 虽然说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但是我觉得做完手术之后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 我会很刻意的去注意说 我最近眼睛的状况怎么样 我用眼的时间是不是有超时了 更会有意识的去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好事 因为从前面我的分享 我也有跟大家讲到说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的眼睛今天状况好不好看得清清楚 其实跟我的实用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网络上都会当然也会有一些 就是比较爽动可怕的新闻 比如说做完手术之后啊就是 手术失败啊这些东西 当然也是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像是我自己还有就是我 听过我周围的人 其实真的蛮多人去做的 我这样随便数应该是一定是超过五个 大概有至少有十个就是我周围的人 有做雷射手术 那做完的大部分其实我看大家都还过得还蛮好的啊 不过我真的也有听到说真的夜市不清楚 跟炫光这件事其实好像真的是会有 对那我自己是觉得可以接受啦 但是不能就是也不能怎么样 就反正手术都已经做了嘛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大家就是假设你今天决定做 做这个手术的话呢就是为自己做的决定负责 然后呢好好照顾自己的眼睛 好好保养自己的眼睛 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帮助到你 那如果你有任何跟就是近视雷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或是我刚刚讲到的东西 你有一些不认同啊 或是我讲错的地方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订阅 然后按喜欢 或是分享给一样想要做雷射手术的朋友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个影片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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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